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候的武松混得相当窝囊,狗一样的惊人篱下,那廊下有一个大汉,因害虐急,挡不住那寒冷,把衣鲜活在那里下,何等的凄惨,身躯凛凛,相貌堂堂的一个大汉,生着病,问也无人问,只能在屋檐下烤火取暖,还是别人家的屋檐,还是江湖上号称仗义书彩, 专一结识天下好汉的小旋风柴进的屋檐下,只能说,武松不是一个好汉,最起码这时候还不是好汉,不仅不算好汉,我觉得青年时期的武松,简直就是一个混蛋,用他哥哥武大的描述可以证明, 当初你的亲和谢,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大,时常吃官司,叫要便随牙听后,不曾有一个月敬拜,从武大的这段等,抱怨中我们可以知道,二十郎当岁的武松,就是一个愣头青,自己经常惹出事来, 而吃苦受罪的,永远是他那个三寸钉骨树皮的大哥,武松丝毫也没有愧疚之意,还是屡教不改, 而武松之所以沦落到柴大官人的府上吃别,也正是因酒后醉了,与本处机密相争, 一时间怒气,只一拳,打地那丝昏沉,小弟指的他死了,因此一静地逃来,投奔大官人处,躲在避难,又是喝醉了,又是一时怒气,仗着自己空无有力就打人, 哎,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熊孩子啊,只不过这时候的武松,也只是经常争强斗狠罢了,并没有杀过人, 或者说,丝毫没有杀人经验,要不然合至于惊慌逃走,连确认一下对方到底什么情况都不敢, 在柴晋府上,一待就是一年多,那么,在江湖上以专一结识天下好汉,而赫赫阳明的柴晋,为何对武松却是这种态度呢? 这也有点软,网柴大官人了,原来武松出来投奔柴晋时,也一般接纳管带,此后在庄上,但吃醉了酒, 杏七刚,庄客有些顾管不到处,他便要下拳打他们,你看,这样的一个人,让别人怎样喜欢你,你非要把自己当成好汉, 你以为全天下都市哥,都得惯着你,想太多了,你只是个出处江湖连打个架都不知道打成什么样的厨罢了, 如果不是宋江恰好也跑路来到了柴晋这儿,每日再撤他一处,还真不知道武松还会不会死在苍州呢? 也正是有因为有了宋江的特意照顾,武松的病才很快好了,病好了的武松突然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哥哥,执意要回去看看, 而这一走,武松才真正的明阳天下,成为了真正的好汉,我们都知道,武松在回乡的途中,打死了一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要是放在现在,武松可能打死人有可能逃跑, 但是打死老虎,却一定要吃官司的,掏着鸟窝都要给,判刑大打,哼,而正是因为打死了老虎,武松才得以和哥哥五大相见, 而正是因为和哥哥的重逢,才让武松成了杀人凶手,一步步的被逼上梁山, 这件事太过出名,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详细说了,我们只来说一个问题, 从原助理来看,他扫扫潘金莲,应该是他人生中杀的第一个人,以前他也不过就是打个架抖个欧巴了, 让我吃惊的是,武松的第一次杀人手法居然十分的娴熟,心态居然异常的沉稳, 让我们来看一段比较血腥的描写,潘金莲被武松揪倒了,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 他说,扯开胸脯衣裳,说时时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指一弯,口里闲着刀,双手去扒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 顺便说明一个问题,许多人说,武松杀潘金莲的时候,撕开潘金莲的衣服, 是心里变态耀流氓,我觉得这有点扯淡,林冲杀陆迁的时候,也是,把陆迁上身衣服扯开,难道你, 你们以为是林冲也是想看陆迁的胸吗? 这么做的目的,只不过撕开包装,下刀更快更狠更准而已, 就算我们要杀一个鸡,不也是要把毛拔干净吗? 好了,不扯远了,继续来看武松杀西门庆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只一刀,割下西门庆的头来,场面确实有点过于血腥, 不过问题也就伴随着暴力美学来了, 武松怎么样从一个打了别人,一拳,就误以为人被自己打死了的小白, 变成这样一个如此冷酷的杀手,仅仅只是因为仇恨吗? 我觉得这样的理解过于片面再怎么样仇恨, 那只是情绪和态度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样娴熟的手法,这样沉稳的心理素质, 绝不是第一次杀人的伸手能做到的。 试想一下,平时我们要想杀一只鸡, 你能保证你一刀就能把鸡的脑袋割下来吗? 请注意,我说的是个,不是扬开了胳膊, 闭着眼睛死命的肚, 那么,武松究竟经历了什么? 难道是在柴晋的庄上避难的? 时候学会了杀人, 我觉得这有点不靠谱, 如果是在柴晋的庄上杀人, 那必定是帮柴晋杀人, 如果是帮柴晋杀了人, 我想武松不至于沦落岛, 连庄客都看不起他的地步。 那么,剩下的, 就是离开柴晋的那段时间了。 大家都知道, 武松离开柴晋府上, 在景阳缸上打死了一只老虎, 跟着, 就到了杨谷县当治安队长。 是不是在武松当官的这段时间里, 发生了些什么? 我们试着来分析一下, 要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个一个时间节点, 武松在十月文中有交代, 此时正是十月间天气的时候, 在景阳缸打死了老虎成了头头, 十二月底正月初的时候, 武松去石新春天气, 回来三月初头, 前后往回, 恰好将棘两个月, 接受了县泰老爷的一个重要任务, 帮老爷把这几年收刮来的好些金银, 送到东京秦眷处收住使用, 毛个身穿, 而一般帮上私办这样事情的绝必是领。 早得亲信, 这是毫无疑问的, 每一哪一个领导, 会让一个跟自己不贴心的心腹去做这样的事情的。 那么, 有一个问题, 武松是怎样从一个奇小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毫无职场经验的小混混在短短的两三, 一个月时间里, 成为了县太爷的心腹的。 这个问题暂且放下, 我们来看看杨古县的人对武松是如何评价的。 首先先看来, 自语老江湖杨古县武座和九叔的评价。 和九叔在看了武大郎的尸首之后, 回家跟老婆曾经有一段对话, 其中一句是, 武大有个兄弟, 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 我靠, 武松分明只是打死了一只老虎而已, 什么时候听说过他杀人了, 咋就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男子了? 很值得细究。 还有来自于邻居间的, 当邻居发现, 武松出差回来之后, 都吃一惊, 大家捏两把汗, 暗暗地说道, 这番萧强获起了, 这个太岁归来, 怎肯干修, 必然弄出事来。 话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你还单纯地以为是武松同学, 因为赤手空拳打死了老虎而威名在外, 我想也太天真了。 我认为, 武松这之前一定在杨谷县杀过人, 并且他杀人的事整个杨谷县都知道, 甚至还不宜次。 有人说, 你就扯淡吧, 等会是奈安, 就掀开棺材板子来找你了。 好吧, 我不怕老师来找我, 我只怕你不信, 我尽量和李登来推断。 我们知道, 武松的职务是杨谷县的 兜头, 而这个兜头说白了, 就是负责维持治安的。 你说武松作为一个外地人, 上班接手的任务, 就是和小偷烂仔小混混打交道, 还要把他们制服不给自己找麻烦, 指望景阳刚上打死那一只老虎创下的名声能管一辈子吗? 何况, 那些烂仔心里认不认他这个打虎英雄还真不好说? 怎么办? 武松也是从这个圈子里走出去的, 他当然熟悉这一套流程。 拉拢, 吓唬, 兄弟, 给个面子, 别让我太下不来台, 大家都好过, 否则, 哼, 否则, 怎么样? 当然是大拳头揭你了, 不听话, 打你, 打死你。 打你你还不听话, 那就只有打死你了哦。 当然, 这收拾的, 一定是那些在养骨献为非作歹的坏货, 所以, 老百姓就算知道, 某一天某位黑社会大哥突然不见了, 也只会感激武松, 而不会说什么的。 那么, 又有人说了, 武松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把养骨献最大的坏蛋西门庆给收拾了? 同学, 你要知道, 在武松来养骨献之前, 西门庆不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 他还跟县太爷有亲连的啊, 专在县里管些公事, 与人放刁把烂, 说是过前, 排县官吏。 你以为西门庆怎么能成养骨献首富的? 你以为县太爷是如何在短短的两年半时间里积攒下大笔的财富的? 这里再顺便说一声, 县太爷也不一定不是不想办西门庆, 只不过, 两个人的交织太深了, 县太爷也一定有些把柄在西门庆手里里看, 武松发现, 个个死了之后先去找县。 太爷告状, 西门庆跟县太爷打了个招呼, 武松就告不了了, 后来, 武松把西门庆杀了, 县太爷居然只给武松定了个户哦, 明明是蓄意谋杀好吗? 这中间的细节想想, 是不是很耐人寻味? 不过, 自从武松来了之后, 类似于排县官吏清除以己这样的事儿, 就交给武松了, 毕竟让西门庆坐, 他是要伸手要好处的, 而武松就是自己的手下, 最多给他多发点奖金就哦记吧, K了哦。 所以说, 武松成为领导的心腹, 不只是因为武松的工作, 做得好那本来就是他应该做的份内事儿, 而是因为他和领导成了一个床上的蚂蚱, 再看看武松之前的表现, 喜欢喝酒, 喝醉了就闹事, 而现在呢, 想找个人抽一顿人, 简直不要太方便吗? 老子有赵家颁发的打人牌照在手, 打你那是看得起你, 你要是再操弹, 老子就弄死你。 所以啊, 武松如果不打死那只老虎, 有可能一辈子也就注定积极无名浪迹将。 服了, 自从打死那只老虎, 很偶然地进入到赵家班之后, 武松的人生轨迹就被改变了, 偶然也一定是必然,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